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最近我要做一个系列的教学视频 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做录音和直播 让大家像我这样子成为一个没流量的网红 不过讲设备教学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怎样以很低的成本快速的打造一个良好的升学环境 也就是为你做直播的房间 做隔音和吸音 为什么我们要对房间做隔音和吸音呢 道理很简单 例如你录音或者直播时 房间外面老传来一些车流声 电视声 啪啪啪啪啪声 那观众的观感就非常不好了 感觉你很不专业 你是红不了的 所以为了让你的录音和直播更加专业 你就得做隔音和吸音了 虽然听起来好像好复杂 要发很多钱的样子 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钱也就花几十一百块就能搞定了 首先我们做直播做录音的房间不用太大 虽然你是土豪家里面一千多平方 但我建议你们用卧室来作为录音直播的房间 当然同样大小的房间也可以 这是因为改造起来方便 还可以睡醒就录音直播 累了就直接贪吃 多方便啊 摔好房间之后 要做的第一步就是隔音了 好多同学老是把隔音和吸音搞混 但其实是不一样的 隔音和吸音是分开做的 隔音顾名思义就是要隔断房间外的声音 让外面的声音传不进来 而吸音则是吸收房间里面多余的声音 并且做上扩散处理 打散声音 不过今天的课主要讲的是隔音 要做好隔音其实很简单 只要隔断房间内外的空气传播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隔断空气呢 因为空气是传播声音的主要媒介 如果我们把房间内和房间外的空气给隔绝 把房间做成密封的 那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途径也被隔断了 这样子就能起到很好的隔音效果 做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对门和窗口的缝隙做处理就可以了 例如大家可以在门和窗口的缝隙贴这种隔音贴 它是软绵绵的胶布来的 可以贴在门和窗口的缝隙上 让这些本来漏气的缝隙给填上 那已经是very good了 不过门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门缝哦 这种门缝可以用这种像瓜子一样的门缝贴在门的底部 这样子就可以挡掉外面的声音了 还可以防蟑螂哦 当然有条件的同学最好做一个门槛可以用一根小木棍在门下面固定住 然后再贴上隔音贴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完成毒死门窗的缝隙 把房间密封起来 让整个世界都变安静了 不过有些同学装空调的时候 得罪了空调师傅 给他打了一个王金VIP级别的大洞 搞得外面的声音不断的溜进来 这个时候你就得上泡沫填充剂了 这种填充剂刚喷出来的时候像泡沫一样 过一阵子就会变硬了 是非常好的隔音填充材料 我们只要用它来猛烈的喷射这个洞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能真正的把房间内外的空气给隔绝开来 密不透气反正能闷死自己就对了 上面说到的这些隔音材料 我是没有卖的 大家自己去找马云爸爸要就行了 当然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我明明做了这些隔音工作了 但是外面传进来的声音还是很大 那怎么办 对的 虽然我们隔绝了空气这个媒介 但还有一部分的声音是可以穿透墙壁和窗户传进来的 特别是隆隆隆的低频 对付这些穿透进来的声音 就得用一些硬核的方法了 就是通过增加厚度来解决 尽量的让声音穿透不了 例如面对大马路的窗户 虽然用隔音贴完全封死了 但是喇叭的BB声和大卡切经过的超低频 还是能穿透进来的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窗户的玻璃 换成双层的隔音玻璃 这种玻璃是双层的 中间是抽真空的 所以隔音效果特别好 但缺点是 价格有点贵 你得卖胜了 所以缺胜的同学 可以试下换一些厚一点的玻璃 如果没胜的同学 不用换玻璃了 直接加窗帘就好了 窗帘要挑那种又厚又重的 不难挑薄的 因为厚重的窗帘可以有效的吸走声音 特别是超低频 所以窗帘越厚重效果就越好 那最好就是挂着棉被上去咯 除了窗口会透声音进来 薄的门也会透声音哦 但我们没法加厚这个门 所以我建议大家再安装一道门 还要在两道门之间贴一些吸棉 这样子窗后第一道门的声音 会被第二道门反射回来 让声音在两堵门之间反射来反射去 声音的能量就不断的 被中间这些吸棉给吸收掉了 墙壁也一样 如果墙壁透身特别严重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再做一堵墙了 材料可以用泡沫板木板和你的同学 直接气一堵砖墙 砖墙的效果是最好的 墙与墙之间要留点距离 往里面再填充一点隔音材料就可以了 不过做墙这种方法太硬核了 不推荐大家做 如果你有一面墙透身特别严重 你就在那里放个沙发或者书架就算了 这样子也可以防止声音穿透 好了看到这里 大家会发现原来自己做隔音其实并不难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门窗的缝隙上 贴点隔一贴就OJPK了 还能起特别好的效果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隔音 特别是录音或者直播唱歌的同学 如果你这个隔音没有做好 你会发现话筒总是录不到人生的细节 声音听起来总是不够细腻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话筒要录到的这些人生的细节 被外面传来的噪音给掩盖住了 所以你的声音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细腻了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隔音我们就说到这里 萨杰克继续说一下 房间里面的吸音要怎么做 还有想购买录音直播设备的同学 可以淘宝搜索 愤怒的调音师 对就是这一家 写着愤怒的调音师的店哦 楼主已经为你准备了 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 谢谢支持 好了 晋杰克就上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干货 可以订阅我的音响终极和高级课程哦 里面都是我的独门调音套路 赶紧订阅吧 是这样 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